好,Jason,现在看到CPI的升幅 比市场预期少 好像就继续有空间 给内地跟外面不同 就有些放水的情况 好像压力都不是很大 可以继续放的 你觉得这个数据出来 和你的预期符不符合 还有对港股后市有什么影响呢? 这次CPI1%不够 的确确都比较低一点 我也相信是因为内地的猪肉价格 过去年头到现在这两个月里面 都是跌得比较厉害 因为你CPI始终里面的占比 那些食品 特别猪肉的比重是比较高 所以只要你说猪肉价格 还没开始升 那你CPI也不会说 能升到哪里 这个计法就和外国那边的 标准会有些不同 因为外国来说 就不是说食品占到这么大的比例 但是内地方面就相对比较着重 食品的环节 所以暂时看起来 通常就好像是比较受控 但是也要留意着 因为如果你说 接下来的猪肉价格 其实很多分析都估计 到年中就会见底了 因为看到近期的 譬如是传单量等等的数据 都开始有一个转变 如果你说当猪肉或者生猪的供应 是减少了 那猪肉的价格再跌的空间有限 所以我自己相信 CPI再下跌的空间不多 但是同样地 你说会不会一升就升上去 譬如3%这些 之前所谓目标的水平 应该就未必那么快 所以我也都认同 就是内地短期来说 放水或者宽松的空间 仍然都是存在的 没那么急 稍后点把�种担沐